哈嘍 各位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命盘 那我说过嘛 命盘它只是讲你命中的一个趋势 有的人在事业会成就 交友的方面会很成就 但是感情会过得很坎坷 有的一样感情婚姻过得很好 事业一事无成 所以有时候你知命 知道你的命以后 好好的应用你的命 到时候没办法就要认命 那我们都是就事论事 没有特别针对哪个事项来批评 因为如果纯就这位女性朋友的八字来看 观察混杂 第一个感情就不太顺了 而且你看看啊 你看看 桃花枝一支 两支 只五毛有桃花枝 这个你要是典型的外桃 外面的桃花没听过 桃花很重要哦 有没有 很多古代的人哦 古代的人是这样啊 想要结婚不敢明讲 懂不懂 所以我们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 故意去他家买东西 以前的爱情是比较含蓄 有没有啊 匪来茂斯来挤我们 他根本不是来买丝嘛 他在打我的主意 但是点到为止 像魏晋南北朝 大概花木兰那个时候啊 那个因为有仙卑族作乱 我们汉族整个要被消灭 所以那时候女孩子比较强 所以那时候很多女孩子都会跟 爸爸妈妈讲说 我最近晚上睡觉很冷 懂不懂意思 最近晚上一个人睡觉很冷 不像国外他会讲 I don't like to sleep alone 我不想一个人睡觉 那什么意思 要两个人睡觉啊 对不对 外逃 不是资金外逃啦 不是啦 不是那个逃啦 外面桃花啦 所有时候巴士有什么 很好讲 巴士他不会这样弄一个洞 然后那里一个洞 还好你看他这个七煞 这个有打一下 食伤打官煞 食神伤官 打扫把他打一下 其实理论上来讲 这个女孩子 这位朋友很早很早 估计大概18岁之前 可能就已经尝到人生的 应该这样讲 可能尝到人生的什么苹果之类的 比较早一点点 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女生现在有个问题在哪里 两个官在那里等他 你知道吗 女孩子要看官 要看上 有官看官 无官看杀 八字的结构很清楚 永远记得 你们自己可以把八字打下去嘛 看不懂 老师帮你看啦 叫老师的line就可以看了 老师简单帮你看一下 没关系 这样 女生的困医要看官 没有官看杀 一个就好 五一碗 一个就好 两个就不好了 三个 糟糕 八字八字 这个女生你看 你看他的天干 官杀这么明显 那么多人喜欢他 为什么喜欢他 你看看 七杀政官又混杂 官杀又打在一起 官杀混杂 最糟糕 这个官老公 这个杀青人 一般青人是比老公还有魅力 为什么 人类的烈跟性罢 反正得不到都是好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以前 我以前 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 你知道吗 很单纯 整个笑他一定会骂我 他说他有一次把一本书 借给一个朋友 一个同学 结果那个同学就书还给他 你知道吗 他你书就收回来了嘛 对不对 就这样子 结果听说二十年后 三十年后 大家都结婚了嘛 然后开同学会 你知道吗 结果那女生跑去找我的老师说 你当年为什么没有回我 我老师说 回你什么 我在那个书上有夹一封信 你怎么没有回我 我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 我就笑了一下 结果我老师真的回去找那个书 你知道吗 这里面有一封信 结果他跟我讲 哇 还好 当时我没有 我没有看到那封信 我说老师干什么 哎呀 现在长得好胖啊 好丑啊 笑了 我跟老师差点笑了半死 他说那个女生 因为二三十年没见到 那个身材啊 糟精 走钟你知道吗 好像那个走山一样 还好啊 当时老师没有看到那一本书啊 如果看到那东西跟阿慧啊 糟糕啊 你现在看到他们叫师母啊 我差点笑料大牙 真的 好好笑喔 那个老师很可爱 很会讲笑啊 那个老师太可爱了 这个官杀就是说 你表明了 我就是两个 如果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这位小姐命盘 给老师批喔 老师会给她讲上下 老师会叫她上下 什么意思 三颗梅花 上下是不是三颗梅花 我都会叫她上下 老师有一些术语喔 没有人知道 我会叫她上下 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叫少教 三颗梅花 没开三度啊 所以要离两次婚 正常 离婚两次婚啊 要离两次婚啊 因为这个女孩子是这样子喔 我们再来做一个分析 老师 你既然说她官杀混杂 然后感情比较复杂 然后很多男生爱她 然后她会离婚 为什么 第一个她很漂亮啊 你看两个外套 这种女孩子很漂亮耶 在家里可能 不太干净 在家里很漂亮 就是有的女生喔 在家里乱七八糟 就是不是乱七八糟 就是环境很脏 你知道吗 到处很脏啊 垃圾不收啊 然后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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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挖鼻孔 纹襪子一堆 但是出去外面喔 怕死人你知道吗 像公主耶 像孔雀 尾到水档档的外套 如果你是男生 你找的太太一定要内套 回到家里干干净净 有没有 像那个日本女人好一点的人 干干净净 弄得赶紧服事人爽 内套 外套不是不行啦 如果你是跑业务的 时检的行业 一定要外套 你看看她的个性 又结差隔 你要注意喔 结差隔的女生 对男生有致命的吸引力 这种结差隔 有一个特质 反复 我讲到结差隔 再讲一下 老师对结差隔的人 觉得很敬畏 什么叫结差隔 结差隔有几个特性喔 结差隔的人很反复 结差隔 结差隔的人会这样 反复不定 反复不定是对异性有致命的吸引力 我要再研究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结差啊 跟你的本命 这样命主 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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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人常常在矛盾当中 结差隔 结差隔常常在矛盾当中 比如说他不高兴 可是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非常内心有冲突 结差隔很喜欢冲突 内心有内在冲突 所以你注意看喔 如果你的隔 还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有结差隔 这种女生 你这样讲 叫做殷勤不定 男生如果是结差就很要命 很容易离婚 第二个 因为结差隔一直想要不劳而活 你注意看喔 如果你有男性朋友 你注意看 那个讲话一直想说 我哪天给我玩股票 我跟你讲 给我玩比特币 我那一次给我赚到 就赚2亿 我冲着不工作 都是结差隔 结差隔一直想不劳而活 还是他会投机 你知道吗 那个投机就很奇怪 我跟你讲 我是没有机缘的 不然 我如果去选市长 不要说林家隆 还有哪有卢秀燕 我老早就干了 跟你讲 干市长干总统的 结差 但是 第一次 一个政治人物 你没有带这种结差也不行 有的人就是要自我期许啊 有没有 break 碰碰碰 你看 谁说命理 是迷信 谁说的 命理是最科学的分析喔 老师没有看过这个女生喔 我痛八字就跟她讲个性 老师好准 老师真的 我那个 所以老师只劝 如果你是这种命团的人 你的欲望要克制啊 你这又一个最高 又一个死神啊 你要克制啊 你那个欲望 desire 太强了 你每天都在想某些事啊 那些 对不对 所以你要注意啊 有时候我们在追一个女孩子 结婚 跟交友 跟来往是不一样的阶段啊 每个都要找那个辣妹 有没有 男生啊 要找那个最辣的 那个女神 你问她说 你要不要跟她结婚 她要考虑很久 所以常常男生也是矛盾 他追求的 交往往往是最辣的 他结婚的时候是找最乖的 你会发现男生有这种趋势 他结婚 那他怎么找到那个李静美 乖乖那个李静美 又安静又美丽那个 对啊 他不是跟我们消很好吗 那是一回事 男人也是很自私嘛 他喜欢去哪里哪里哪里 可是他希望他的老婆 不是那边的小姐一样 男人去找老婆 想要找那个最浪的 那夜店 找那个最火辣的 可是他试一下 要找那个文静的 如果你了解这一点 你可以开始来跟你谈谈 人生的道理 这个道理老师要讲官杀 这个女生啊 天生啊 情人 两个 两个老公 一个亲人啊 然后他要带劫差隔 十神伤官 糟糕 也没有印 怕死人 这个印很强 很强啊 他的这个伤官 十神的缺点很强 这个还好啊 这个还好啊 就是说他大概四十五岁以后 这个会把他打一下的话 代表这个可能结婚 应该中校啦 可能不用到上校 中校就可以了 那我们今天的命盘 主要我们每天 我们有时候在讲那种八字 只能针对一个点 如果太多点 包括他的失业 婚姻感情交友 创业 小孩子 还有将来的财库 七个讲下去要两个小时 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只针对他的感情来讲 那有时候 会讲到其他的彼宫 他的实性 像他儿子女儿 一个儿子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就在这样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个性怎么样 大概就在这里 人漂不漂亮 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像 这个女生要怎么样 才能找到他真正的桃花 这个女生要怎么样 才能够真正的赚到他的钱 不一样哦 这是不一样的要求点 你可以根据他的八字 可以根据他沾着一金的挂 下去推 导致都会帮你们刷出来 哪里是他的桃花味 哪里是他的财味 最好是本人来做客制化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 你一样是女生 一样是鼠猴的 那不一样啊 他是什么格 你是什么格 还要再看这个格 当然原则例外嘛 比如说面 那阳春的就这样卖 三十块 但是你跟老板讲 老板我不吃辣的 因为我喜欢吃一点酸的 我泰国来的 老板就知道跟你加个柠檬 特别好吃 插在这里 一般你不讲的话 他就标准阳春面这样出嘛 什么叫客制化 现在很多那个 外面都那种私房菜 有没有 私房菜啊 私房菜老板很聪明 他不是我的菜 他会看看你这个客人 比如说老板 我不要太辣的 因为我吃辣的会过敏之类的 他就会调整那个菜色 菜的比例 这才叫高手 不是说我做菜 你要来认同 八字一样 本人来 我才知道你是本人 我才敢大胆讲 上次比较抱歉就是 如果你老公还是你老婆 在旁边要稍微跟我暗示一下 眼睛眨一下 不然我哔哩啪啦讲的 我不好意思啊 如果你旁边真的没有人 你要跟我讲 老师我现在一个人 老师你可以大胆讲 我就大胆跟你讲 因为你们是要听实话嘛 又不是要听好话 你花这个钱就是要听实话 难道你要听好话 听残媚的话嘛 那你要听残媚的话 你去找牛郎店啦 去club 每个都有残媚的话 我不是我要跟你讲实话 但是旁边有人要跟我讲 老师不要 我老婆在旁边 不要乱讲话 我老婆生意 等一下嘛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还是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找老师 今天谈这里好 好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